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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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們平安 我們請來思想真言第二章 我們在第一章的時候談到 真言跟詩篇很像 詩篇他常常會講到 就是我們要遵行神的律法 遵行神律法就必蒙福走一人橫通的道路 那不遵行神的律法 就走向滅亡的道路 惡人的道路 那在真言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把這個上帝教導我們的 智慧的真言 例如說在第一章到第七章裡面 從這個家庭教育的角度 父母把上帝的智慧 教導給他的兒女 而他的兒女把父母教導他的上帝的智慧 生命的智慧言語 當作這個滑罐在頭上 當作金鏈子戴在脖子上 這樣的看重珍惜的話 他的生命也要因此而得尊榮 並且也要榮耀他自己的父母 反之如果呢 不把上帝透過父母教導給兒女的這一些 生命的智慧真言 那他就是會走向修路的道路 因此也一樣是兩條路 真言跟詩篇講的 人生有禍福兩條路 你要選擇哪一種 那在這個真言的第一章下半段 把這個智慧擬人化成為一位智慧女士 就是公開邀請大家來得著智慧 要謙卑有受教的心 第一章第七節也提到真言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 那因此要謙卑在神的面前 那智慧是在公開的邀請大家來得著他 不要做愚昧人 但是第二章讓我們看見另外一種角度 智慧好像是隱藏的 以至於你要努力的去尋找他 才能夠找得到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章 我兒 你若領受我的言語 存寄我的命令 側耳聽智慧 專心求聰明 呼求明哲 揚聲求聰明 尋找他如尋找銀子 搜求他如搜求隱藏的珍寶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華得以認識神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 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這邊用了好多的這個動詞 領受啊 存寄啊 側耳 專心求 呼求 揚聲求 尋找 搜求 都是在講一個態度 一方面智慧是公開向我們呼喚 上帝的智慧 在第一章的第二十三節 上帝的智慧透過他的靈 跟他的話語 要交灌我們 那但是呢 我們可能是怎麼樣 很悖逆啊 不願意被交灌 也不願意回應智慧 對我們的公開的呼喊 以至於怎麼樣 充耳不聞 所以呢 要智慧一方面公開的 向我們啟示 上帝的話語 這本聖經 上帝的話語 也是公開的向我們啟示 可是呢我們如果態度是 這個充耳不聞 或是態度是傲慢 不謙卑 我們有看也會看不懂 我們有去教會 也會得不著智慧 所以是態度的問題 所以智慧一方面是公開向我們邀請 二方面我們需要用很謙卑 很可慕 不洗一切代價 也要得著人生智慧 過一個有智慧的有福人生的這種態度 我們才能夠真正得著智慧 這也像耶穌在傳福音的時候 他很喜歡用比喻 其實真言 他有很豐富的意思 真言他的意思 也有比喻的意思 耶穌喜歡用比喻 來跟別人講天國的奧秘 也就是說 天國的福音 是公開的向所有的百姓傳揚的 可是呢百姓聽的時候他的態度很重要 他如果左耳進右耳出 就如同天國的種子撒在地上 被飛鳥奪走 所以耶穌宣講天國的好消息 他也是公開的宣講 就像第一章的這個後半段 智慧女士也是在菜市場 街道上公開的向世人宣講 邀請來得到智慧一樣 但是呢這個我們常講怎麼樣 言者尊尊聽者渺渺 也就是說說的人很真誠 聽的人很敷衍 所以呢真正的那個態度 有沒有像說要尋找他 如同尋找銀子 其實原文是怎麼樣 很像尋找那個銀礦 到底哪裡有這個寶物 有銀礦 然後搜求他 如同到處去尋找這個隱藏的珍寶 就是要謙卑到這個地步 以至於耶穌講天國的比喻的時候 很多人聽完就走了 但是有一些真的很想聽得更明白的人 他就會來請耶穌說 告訴我們更多一點 剛剛你講的是什麼意思 那這樣的人怎麼樣 耶穌說天國的奧秘 只叫你們知道 不讓他們知道 因為你們很想切切的得著 凡尋找的就必尋見 叩門的就必開門 弟兄姐妹我們真的要謙卑一點 我們想要成為一個智慧有福的人生 就要謙卑在主的面前 大小事不要驕傲自大 常常在思想 主啊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做呢 請你指教我 第七節 你也必明白人意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 智慧必入你心 你的靈要以知識為美 謀略必護衛你 聰明必保守你 要救你脫離惡道 脫離說乖謬話的人 那等人捨棄正直的路 行走黑暗的道 歡喜作惡喜愛惡人的乖僻 在他們的道中彎曲 在他們的路上偏僻 他給正直的人存留真智慧 給行為純正的人做盾牌 智慧是給正直的人成為真正的智慧 而不是只是很會念書或是很會賺錢 這種技術的智慧 真正的智慧是使我們得著有福的人生 幸福的人生的一個真智慧 也是讓我們怎麼樣成為我們生命中的盾牌 抵擋很多惡者的謊言 惡人的引用 使我們不會走偏路以致密亡 第八節真正的智慧也要保守公平人的路 庇護虔誠人的路的道 你也必明白人意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 我們在第一章的時候 第一章的二到六節就講到了真言 它的五個目的 除了要使我們有聰明之外 它第二個目的 它是要讓我們擁有的 不僅是頭腦的聰明的智慧 第二個目的是要讓我們成為一個 擁有好品格的人格智慧 生命智慧 因此在第二章這邊也講到第九節 使我們真的能夠明白什麼叫做仁義 真的能夠明白什麼叫上帝的公平正直 和上帝一切的善道 真言使我們得智慧 不是讓你賺大錢考試考一百分的這種智慧 是真的讓你得著一個蒙神祝福 公義正直聖節有福人生的智慧 第十節這樣的話 智慧必入你的心 你的靈要以知識為美 就是以這些真理的知識為美 謀略必護衛你 聰明必保守你 當智慧進入到你的心裡面的時候 你的身心靈都要蒙福 並且神要讓你有謀略有聰明 也保護你遠離惡人的軌跡 第十二節也要救你脫離惡道 脫離說乖謬話的人 那等人捨棄正直的路 行走黑暗的道 歡喜作惡 喜愛惡人的乖僻 在他們的道中彎曲 在他們的路上偏僻 這邊再一次提到 這個兩種人生的不一樣的道路 禍福人生兩條路 你要選擇哪一條呢 智慧要救你脫離淫婦 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 她離棄幼年的配偶 忘了神的盟約 她的家陷入死地 她的路偏向陰間 煩到她那裡去 不得轉回 也得不著生命的路 在第一章時候 先告訴我們 智慧對我們的日常生活 第一個最大的幫助 就是使我們不要落入貪財 所招來的致命的危險 金錢是中性的 做金錢的好管家 是一件我們需要去操練的事 但是貪財是萬惡之根 真言的第一章 就先告訴我們 第一個生命中 會滅亡我們的敵人 就是貪婪的心貪財 但是真言的智慧 要使我們脫離這種 貪婪貪財的引誘 第二章告訴我們 人生中 第二件使我們毀滅的事情 就是情慾 這些情慾色情的事情 會使我們生命 身敗名裂 因此 領受智慧 上帝的智慧 就要救我們脫離淫婦 脫離那用油嘴滑舌 引用我們的外女 這邊其實原文是 智慧要救你脫離陌生女子 智慧要救你脫離 那狡猾的外國言語 因此這邊其實是一語雙關 一方面講說智慧要使 要保守我們的心 勝過保守一切 使我們遠離這一切 淫亂邪情私欲的事情 第二個 智慧也要使我們 堅持在上帝的道路裡面 不要去聽這些 所謂的外邦女子的言語 他其實在講什麼 就是非真理 對以色列人來講 外邦女子跟他講的這些言語 就是非真理 他其實在告訴我們說 專心走神的道 不要聽神以外的 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這些鬼道理 慈七節他繼續講 他就是講這個淫婦 離棄了用人的配偶 忘了神的盟約 他的家信入死地 他的路偏向陰間 凡到他那裡去的 不得轉回 也得不著生命的路 走上這樣的邪情私欲的道路 是一件非常悲慘的道路 到他那裡去的 不得轉回 也得不著生命的路 那得著什麼路 得著陰間的路 所以十八節說 是陷入死地 偏向陰間 親愛的朋友們 當我們在收聽今天的 這個錄影的時候 是不是神在提醒你 有一些不討神 喜悦的邪情私欲 是不是應該也要 在神的面前一刀兩斷了呢 不然會走向死亡的道路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 守一人的路 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 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 唯有惡人必然檢除 奸詐的必然拔除 二十節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能現在走偏的路 走錯的路 但是當我們願意謙卑的領受 上帝要給我們的真正的智慧 人生有福人生的時候 他就會給我們力量 還記得在第一章的 第二十三節的時候 智慧要交換在我們身上 要透過聖靈的工作 透過上帝話語的大能 使我們心回意轉 離開慾望的道路 走回智慧的道路 因此朋友們 如果沒有人 正走在錯誤的道路上 要恳求聖靈來幫助你 要恳求神的話語來光照你 使你能夠重新走上 一人的道路 善人的道路 然後你就可以在地上 安然居住存留 不至於被神當作惡人 剪除而被神全然的拔出 或與福兩條道路就在你面前 你可能覺得你沒有能力 選擇走善的道路 但不要忘記 神說智慧要交灌在你的身上 智慧要交灌給你 透過神的靈 透過神的話 你願意領受嗎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我們在你面前承認 我們常常走錯了路 但是你應許要將智慧 會浇灌在我們的身上 透過聖靈大腦的工作 使我們悔改 透過神寶貴的話語 使我們一語驚醒夢中人 讓我們看見 只有走神的路 才能夠安然居住 走惡人的道路 是走向死亡 主啊讓我們有受焦的心 主讓我們在軟弱當中的人 願意切切來尋求你 使我們活命的話語 使我們活命的智慧 如同尋找隱藏的珍寶一樣 就被我們得著 因為耶穌你應許說 尋找的真的就必尋見 叩門的你必開門 奉主耶穌的名祷告 Amen 願神祝福大家 心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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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祝福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